第39題 謙虛電池的反應為Pb加PbO2加2H2SO4 生成2PbSO4加2H2O 關於此電池的敘述下列何則正確 那我們曉得我們的 謙電池在放電的時候正極跟負極都生成的是硫酸鉛 所以呢在充電的時候呢他們也都是正負極都是硫酸鉛 只是最後產生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A說充電時PbSO4為正極A2為負極是錯的 那也因為呢我們都是生成硫酸鉛 一個是鉛變成硫酸鉛 一個是二氧化鉛變成硫酸鉛 所以他們質量都是在增加 所以諸說放電時清晰電池的總質量會減少 這個也是錯的 它的基本的質量是會增加的 那麼同時呢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放電呢會消耗到硫酸 就是我們這裡的向右反應就是放電 會消耗到硫酸 可是充電的時候呢 蜜反應會生成硫酸 所以充電的時候是不需要去補充硫酸的 是放電的時候消耗才需要補充 所以B說充電時電解液必須要補充適量的硫酸 這也是錯的 那麼只有C選上是對的 就是我們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要請各位同學背下來的 鉛電池它的正極是二氧化鉛 負極是鉛 所以第39題問我們說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C 放電時PBO2為正極 PBE為負極 超過的 PBE為負極 P-Sp P-柴